前面呢我们已经把这个支点这部分给同学们都已经捋了一遍啊 那么剩下来的呢我们开始进入实战演练了 这一部分呢选了一些各个学校的期末考试的真题啊 例六例七两道题目呢我会一块讲 同学们呢可以把视频暂停自己先做一下 好来我们对一下答案啊 首先例六第一小题 在这些数当中五里数的个数有多少个 好根号二五里数对吧 其实这部分是考试数的概念的 根号二五里数一个π五里数没有问题 零不是五里数是吧 它是个整数那它就应该是一个有里数了 二加根号三五里数 呃一个有里数加上一个五里数啊 大部分情况下应该还都是五里数 当然也有一些极端情况 比如说根号三加负根号三对吧 它们一加等于零了 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呃但是在这个里边 二加根号三显然不属于我们这种 那三点二一二二一二二二二一点点点 其实它想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东西无限不循环是吧 所以这个应该也是个五里数 那三点一四有限小数 不在我们研究范围内了 我们应该有一二三四 所以是不是一共有四个 第一题呢应该选2b啊 应该选2b 来第二个 西藤的这个还是在这些数当中 呃五里数是 注意啊 这次它不是问有几个了 它是问五里数 是哪些 你需要把这些五里数写下来 七分之一 有里数是吧 能够换成分数的数都是有里数了 π就是第一个 0.33循环呢 你也不用再写了 它是不是就是三分之一啊 哦 它也是有里数的 来 根号室这个没有办法开出来 所以它是个五里数 再往下三次根号二七 有人说 哎 这个长得挺像五里数的 大家知道三次根号二七等一起嘛 那里三 是吧 所以它不是五里数 导致我们的五里数应该只有这两啊 只有这两啊 π和根号室 来第三个 已知M是满足不等式这个的所有整数A的核啊 所有整数A的核 N是满足这个不等式的最大整数求M加N的平方根 好 这个题呢 稍微麻烦一点 但是呢 还是很简单 第一个我们是不是要先把M等于多少 M是满足这个不等式的 所有整数A的核 那你需要估算一下负根号三 大概是多少 是吧 负根号三 是不是负1.732 对吧 常用的这种 根号二 根号三 根号五 这个呢 同学们还是记起来 负1.732 小于A 小于根号六 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我知道它是几点多呢 2点多 是吧 2点 我管它是几 反正我也不需要知道具体的 我们现在是满足这个不等式的 所有整数A的核 那这些整数有哪些啊 负1 0 1 2 是不是应该有这样四个 说它们所有的核 那我们马上得到了M 应该是前三个一加 没有了 M等于2 搞定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来再看一下N N是满足这个不等式的最大整数 那你又得 估算一下了 我们这个根号37啊 它是不是6点多 6点多 减2 它是不是就是4点多 对吧 4点多再除以一个2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2点多 那导致X小于等于2点多 对吧 2.7 来说满足这个不等式的最大整数 那说明X等于几呢 是不是 此时X等于2 也就是N 它是不是也等于2 知道M等于2了 N等于2了 求M加N的平方根 有人说 那这个2加2等于4 所以答案呢 就是根号4 也就是2 大家觉得对还是错 这是不是有陷阱的 这个东西的平方根 平方根有几个呢 应该有俩 对吧 它不是问它的算数平方根 而是平方根 所以是正负根号4 它是不是应该等于正负2 不知道视频前 有没有同学在这错的 那太可惜了 期末考试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吧 我们应该 注意求平方根 往往就会出现两个答案 所以这个题呢 我们最后答案应该是正负2 来第四个 若实数K的整数部分是3 则K的取出范围 它是直接告诉我们 这个 根号K的整数部分 是3了 那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这个数 是不是应该是一个3点多的数啊 那导致K的取出范围 大家想想 K可能有同学先得出来的应该是它小于16 是吧 因为如果K等于16了 它是不是就4了 对吧 那整数部分就不是3了 那那边呢 我们写一个大于9 对还是错呢 没错 就得大于9啊 因为如果是8的话 那就是2点多了 七星同学应该知道 我们在这是人家加等号的 对吧 它完全可以等于9嘛 K如果等于9的时候 根号K正号就是3 3的整数部分是3 完全没有问题 是吧 所以它可以等于9 但是不能等于16 这个呢 是我们最后的答案 最后的答案 来 例七啊 这部分就跟一次函数有关了 以至一次函数 Y等于KX加B Y随X的增大而增大 那Y随X增大而增大 这种条件 我说了 你不要再往下读了 你得思考了 说明什么呢 说明K是不是大于0呢 它得往上走 这样是不是Y随X增大而增大 它的图像又经过10这个点 且与X轴的夹角为45度 我觉得大家可以简单的像这种题 先去画个图像感受一下 经过10X等于1Y等于0 是不是经过这个 而且是往上走的 与X轴的夹角应该是一个45度 是吧 45度我觉得差不多是这样了 这个角45度 是吧 第一问确定这个第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那么有两个办法 第一个 如果你对于45度这个斜率非常有感觉的话 其实呢 K已经出来了 K就等于1 当K等于1的时候 我们这个才是45度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Y等于X这种东西 是不是E三向线的角平分线 对吧 Y等于X是E三向线的角平分线 这个东西无非是把它往这边是不是平移了一个单位 对吧 往这边平移了一个单位 我们斜率是不是应该不变的 导致它还是这种45度方向的 所以它一定是Y等于X怎么怎么着 对吧 又因为我们说了 它是往左 往右平移了一个单位 左加右减 你应该是带X的部分去减个1 是吧 但其实都有点多余了 因为后边没有常数项 所以它是不是就是Y等于X减1 这是你可以一秒出答案的办法 对吧 第二个呢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其实这出45度 它往往想考察什么呢 等腰直角三号型 这对顶过来是不是有个四数 下边是不是马上四数 这是个等腰直角三号型 我们知道这是1 说明这儿是不是应该是负1 所以你马上知道了两个点 然后就Y等于KX加B 把这两个点往里一带 10往里一带 0-1往里一带 求出来Y等于X减1 那还有同学一看 我们斜率现在是等于1的 对吧 与Y轴交点又是个-1 说明拮据就是-1 哪也可以不出答案呢 Y等于X减1 方法特别多 你自己选择一个 考试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用两点代入 这个方法是最安全的 虽然麻烦 但是老师不会扣分 Y等于KX加B 把10以及0-1这两个点 代入解得K等于1 B等于-1 所以这个一次函数的解析式 是Y等于X减1 来第二个 假设 已知中的这个一次函数的图像 也就是这个东西 因X轴平移两个单位 求平移以后的直线 即直线与Y轴交点的坐标 这个题是有陷阱的 我不知道坐的同学有没有发现 他说他沿X轴平移两个单位 有没有说沿X轴的什么方向呢 没有说 如果是沿X轴平移 其实可以往右 也可以往左 所以这个题应该有两个答案 他如果是往左平移两个 那么应该是Y等于一个 X加2再减1 对吧 左加右减 代X的部分去加一个2 然后再减1 这个东西呢 划减一下就是Y等于一个X加1了 对吧 其实是这样的一条 Y等于X加1 如果是往右平移两个单位呢 应该是Y等于一个 X减2再减1 他划减一下是不是就Y等于X减3了 哦 他往右平移两个 他就变成这样了 对吧 变成这样了 所以这个题有两种情况 但有时候呢 同学们也要注意审题啊 题目有时候说的是 沿X轴的正方向 平移两个单位 你们要正方向 那就是往右平移了嘛 对吧 这个时候就不用分类讨论了 它就只有一个答案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题做完了吗 没有 原因是 题目不只是要求平移后的直线 还要求这个直线与Y轴的交点坐标 对于第一个 那直接看结局 是不是应该是01啊 第二个就是0-3嘛 对吧 快速答案都出来 你需要对于这种KB分别决定了图像的什么东西 非常敏感啊 好 那么这一讲内容呢 我们就已经全部讲完了 例八例九两道题呢 给同学们留作业啊 自己先做一做 我们就要到下节课再讲 信涛哥得半分 同学们 下一讲 去找那么取一份 一个人 spaced走 给他 拼了 拼了 我 空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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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